好,现在继续跟各位帅哥美女介绍 Nine的基本的操作 那Nine首先我们可以按中间看一下 然后一样按点点点,然后滑动 找到那个中间左边第一个 那个Nine,我们点它开 点开以后它会进到我们聊天的画面 那一般我们会先上面的第二排会有一个人头 那就代表我个人 第二个就是聊天 第二个就是聊天 那第三个就是那个即时讯息 第四个就是有一些那个投稿的资料 或是记事本 那其他的选项一二三四 第五个点点点就会有出现更多的选项 那这一排都是我们的选项 那我们选第一个人头 因为你点一下上面,下面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点一下人头 点一下人头以后 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就是我自己 我的自己的资料 那你可以点他一下 点他一下 那点他一下就是代表 代表我自己 代表我自己 那代表我自己 你可以修改个人的相片 修改相片 你都可以改 那你可以改一些提醒的字 提醒一些字 你可以改 你看我现在把它改掉 我把它改 正常才是三个点快的 那我现在把它改为开学了 开学了 开学了 同学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同学 同学 好 好 这已经开学了 那我就打同学好 好 那这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标签上面的一些文字 那你可以把它存起起来 那你看到我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开学了 同学好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看这些资料 你也可以改 改变你的最新的 那个大头罩也可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有三个 一个是个人资料 一个是主页 一个是keeper 好 那我先介绍个人资料 我们来检查一下个人资料 我们是不是 要去改变我们的资料 ID啊 或是那个 那 是不是允许 别人来加入好友 你就选择 打勾的话 就是同意 不打勾的话 就是反对 那我不要别人用ID来加入好友 等别人通知我说他要用ID交好友的时候 我再打开让他加入 然后再把他关掉 那再来就是我没有设定我的生日 再来就是那个行动条码 行动条码就是我们 你代表个人的那个条码 那别人扫你条码就可以加入你好友 那要什么扫你呢 你就是用变成扫描器 就变成扫描器 去扫别人的条码 去扫别人条码 那把它反过来就是你的条码 那扫别人条码跟被扫着这个条码是一对的 你要扫别人条码你就要打开扫描器 那如果你要被人你的条码要被别人来扫进去 那你就显示条码 好这是配对的 就是扫描器跟条码 这样就可以互相交为朋友 互相交为朋友 好那这是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 那再来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所谓 你可以切换你的相片 你久久你看了相片 以后我想换一张 你都可以换一张自己的相片 好再来是主页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主页 主页的部分就是你之前有做过的事情 那它就会显示出来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投稿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来做修改 那你可以来做修改 做修改 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情况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基本资料 那个一个部分是Keeper部分我还没讲 那这个到时候我会再给各位讲 这个Keeper的部分 好那再来第二个 我们这个个人这边 右上角有一个人头再一个加 那就是加朋友 加朋友 在第一行有没有按这个1的部分 就加朋友 这边是加朋友 那加朋友有两个 很多人希望你把它加朋友 那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不要把它加朋友 如果你喜欢就把它加 这个没关系 你下面很多都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希望跟我加好友 那你就不要加 知道吗 就不要加 就好了 就不要加就好了 那如果你不要加以外 如果你想说 你一定要把它封锁掉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删除 直接把它删除都没有 但是太多了 那你就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那第一个 你是不是 那个 自动加好友 允许 允许 联络人加好友 允许 那你按一下 就是代表允许 代表允许 你这代表允许 我们按一下 代表自动加好友 那你 你没有 你反白的地方 就是变成 我不要 知道吗 所以两个是对照的 我现在按的是自动加好友 因为自动加好友 会突然进来很多 那我现在再把它关掉 因为一直跑 好 那这个自动关好友 有没有 要不要去执行他 你按他 在绿色情况下 就是按他 就是要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平常的时候 你就不要按他 那现在是按 那我们现在把它做成 这半个 很久了 那再来就是下面一行是建立群组 像我们 我们要出去玩 那我们可能需要建立一个群组 就短时间联络 是最好是建立一个短时间联络的群组 我们刚刚把那个自动加好友的部分 我们把它打勾 不要 不要 好 允许加入 自动加好都不要 那我们再回去一下 好 那我们就又回到允许 这个是按下去 就是代表你要去允许 不要按他就好了 好 那再来是建立群组 那建立群组 你可以建设定一个群组 设定一个群组名称 好 那你这个群组名称 你就可以去取 这个叫做 叫做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 那个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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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社区 幸福社区 也可以 你要取一个名字叫幸福社区 也可以 那你就把他取幸福社区 这样子 取一个 然后你把基要的人 加进来 加进来 找一个人加进来 那你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群组了 你找一个人把他加进来 但 那你这样就会有一个群组在里面 那 好 我想把姚志称 我姚老师 把他加入到我们群组来 加入到 加入到我们群组 不要就把他打叉就好了 好 那就把他邀请 那他就会变进来 那储存 储存 他就会为了幸福的 幸福的社群 幸福的社群 好 这个幸福社群 这个群组里面 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聊天室 刚开始聊天室是空白的 你可以加一些图案 贴图 贴图 你可以一直贴图 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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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贴图也可以 这是幸福的群组 那幸福的群组也可以做成员里面的 好 相关的先介绍到我们建立群组 那其他的部分 这个幸福 其他的部分 那我下礼拜会再重新再跟各位做细部的介绍 细部的介绍 感谢观看